好 欢迎回来 刚刚结束了我们的长牌比赛之后 继续回到我们的短牌 继续为大家带来我们这次 传奇扑克黑山战的第三场赛事 10万港币买入的短牌 目前这场比赛吸引了65手买入 场上还剩下29名玩家 目前的级别是来到前处6000 装位12000 继续由阿同和大亨为大家带来解说 对于短牌不熟悉的玩家 可以先熟悉下规则 短牌就是在传统的德州扑克的基础上 抽掉了2到5几张小牌 留下了比6大的其他的牌 来继续进行德州的游戏 所以短牌也被称为6加扑克 6 plus 来看到这手牌 我们的观赏位玩家是直接 拿到了一手 酒葫芦 短牌由于牌力尺的机制 因为抽掉了小牌 所以牌历史之间的间隔更加的短 牌与牌之间的强度更加的贴近 所以同时大家击中大牌的 概率也会更加的大 并且短牌有一个比较重要的 跟长牌的一个区别所在 就是短牌中 童花是比葫芦大的 这个规则是务必要大家熟知 那我们的桑桑的也加入我们短牌的游戏 然后我们的张全克也选择了一个 九九选择一个平根 那阿童我们来想一下这名字该要怎么念 这个名字应该也是所谓的东欧的名字 对一看就是东欧的啦 非常难念的名字 对于我们东方玩家来说 是比较难念的名字 可能在西方的世界里 这个名字是比较常见的 那在短牌里面 由于没名 大家其实手牌的胜率 其实都不会落差太大 所以大家都会想办法 拼尽全力的看到翻牌后 所以其实跟长牌不一样 是他们会有蛮多的平根 平根入词 而且在翻后 会打得比较的谨慎且凶残 因为一旦你开始出手 基本上就停不下来了 要打住对手的气牌率 这里短牌中 对手的气牌率是非常重要的 又出现一手九九 在连续的几手牌中 出现了好多次九九这手手牌 可以看到 大部分玩家都是选择跟住 因为短牌虽然你需要打得很激进 但是这是一个锦标赛 而锦标赛跟短牌 它的本质 锦标赛的核心 核心策略和短牌的核心策略 反而是相冲突的 两个东西 所以这是这场比赛的有意思的地方 而且我觉得在短牌的这个世界里面 比较少会存在慢打的可能性 大家都会有牌 就会尽量想办法的稍微比较打 比较接近一点 慢打太容易被反超了 那锦标赛这边是不是会选择一个加注呢 毕竟要中三条的几率 在短牌里面还是比较低的 拳责做了一个小的加注 他这里就是想告诉大家 我这里是有点东西的 我们的镜头看回去也看到我们的Brian Kenning正在拍照 这是打扑克的最荣耀的一刻 只有冠军可以拍照 最开心的时候 拿到冠军或者打进FT 好像有一个传奇的奖杯 好帅 对 一次有一个拍照的机会 现在我觉得传奇的奖杯的分量已经在我心中 已经慢慢的逼向金手链的 除了金手链以外 传奇是我最想拿到的奖杯 金手链其实是很多的啦 应该说金手链是有机会去拿 传奇没机会去拿 不太打这个超高额买入的比赛 是的 因为代价太大 好 那我们的server在这边 选择跟了一个买卡顺的一个 一个机会 那底次已经来到了15万9 他只是选择过牌 他只是选择过牌 选择check这个turn 让对手中了一个后门呼噜 后门反超无呼噜 那势必要支付一个十几万的一个组 应该会下个十二万之类的吧 六万而已 六万 哇 付钱了付钱了 诶 九王导不一定哦 看一下他的毒牌 这个不好毒吧 后门三条的呼噜 那这里其实能打出来 对手炸虎组合太少了 几乎没有炸虎 可是 call chop了哦 对啊 可是你这个勾 可能还是要跟的啊 这里跟住的话就是call chop哦 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九王打 九王打在转牌 视若自己 隐藏自己的手牌嘛 你信不信他这里不一定会跟哦 是有机会盖 可是太便宜了啊 六万可能还是会支付吧 的确是太便宜了 他检查自己的手牌 他这里去跟住真的就是只是call chop了 因为对方可能还有圈死啊 买双头顺的可能性嘛 对 这时候可能是真的是圈死 然后就后门run到了葫芦圈 因为这个下注量太难啦 太难炸虎了 你的战则是确实优优独的 你能够再想着你 让他一定能够再走 你把它撿回来 我前面有一个角色 我把另一位 Queen 哈哈哈 真心的 对不起 Jon 他在招枪我每天都贾了 这就是这么多半天 我去拿他 接着 在槍口位跟住一對八 這裡我們的Chip Leader又拿到一手很強的牌 直接選擇All In 來看一下後面有沒有牌 Juan Wanda直接選擇All In 那這個S-King應該領先GOGO S-King是比GOGO要大的 打GOGO應該還是有54到55的贏率吧 一槍就擊中 馬上擊中了一個ACE 現在是有87的贏率了 啊沒有書面了 沒有書面了 我們JuanJuan的翻倍 我還好是有兩張ACE 這是一個Hulu overHulu 可以看到在短牌裡面非常的驚險 Four House overFour House已經看到了兩次 現在我在上一次的季州看到的 突變策略來說 會分成兩派 目前有一派人的系統是在前衛 去open 8%的一個range 對 還有一派人的系統是 從前8%到前45% 就是包括了前8% 全都是0 就前置位就不開了 但是有很多 他會把一些前8%的牌 去limp3bet 去limp3bet 大家可以看到這裡 這個 我們Snapshot的創始人 我們的Max Silver 肯定也是 後者 應該是一個跟著之後 面對對手後衛的加助 然後選擇3bet 對 那我們前面的張全克選擇加助了10個前助 那我覺得 Silver這邊就是一個要limp3bet 就是all in的一個策略 一個limp3bet all in AK也是秒尻 所以短牌裡面 持這一派的一些選手 就非常多非常多的limp跳 你看到因為短牌拿到強牌的感覺大 對 好多的limp跳 所以這樣子的話 就很多在後衛的玩家 也不太敢去過多的去做一些擠壓 不太敢做一些擠壓 對 不太敢做一些擠壓 因為你前衛不好說了 你做了一個擠壓 就前衛就跳出來了 沒有辦法 如果你cull不動的話 沒有辦法 那我們看一下盒牌 你 藏上誰的神仙嘴 這麼的靈驗 哇 那這一把可以讓我們的server是出局了 好不容易積累的籌碼 一下就沒了 這就是短牌的 短牌的生態啊 就是你雖然籌碼很多 你可能遭遇到兩三百分 可以瞬間你的籌碼就乾了 7-8同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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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直接all in呢 可以all in 7-8同色是跟不動的 7-8同色是 雖然只比8-9同色這樣一級 可是差兩多 但差好多 差好多好多 因為8-9同色是上下聽順聽滿的 但7-8同色是少一個順子 少一個順子聽牌就差很多了 在短牌裡面 因為短牌裡面的聽順組合是非常非常強大的 你一旦在翻牌有一個兩頭聽順 那麼你就有一半的概率能成順 真的就是一半的概率 那現在面對兩架all in suntimer會不會覺得 死前很多想要跟跟看你 不跟的 所以應該不跟的 8-9跟不跟 8-9可能就會跟 這只有拿8-9或90同的話應該就會跟 我會 8-9的話 8-9我會跟 8-9同色 8-9同色 90同色我會跟 在這個碼量 190萬的後手 去跟一個 66萬6千的地池 我會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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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們兩家都帶走 我們的短牌用的是三六原則 在合牌的時候 你的初牌乘以三 是大致使你的銀牌概率 根本就不跟你糾纏 根本就不跟你糾纏 那這邊我們的Lion拿到了AK OK 我們的Minnich 有一個A勾 選擇 根主 他也是我們桌上比較深籌碼的玩家 他有230萬的籌碼 那WinforU在這邊 似乎也可以做個根主 要跟要跟 這裡不跟的話就賠率太差了 對 K10同花其實蠻划算的 他有 33%的盈率嘛 然後 WOW WOW 這個對Winfor真的是一個 超級 COMBO做 他的勝率提高了60%了 非常好的一個 排面 在轉盤裡面 童話是特別大 因為童話特別難聽 而且重點是 你開出一張 8 開出一張 開出一張8的話 Winfor還是上面的順子 他們是下面的順子 那Winfor這邊 應該會不會選擇一個 Check Race 我覺得蠻像會是一個Check Race 然後轉牌直接打完的一個牌 那這裡 Check Go和Check Race都是 完全可以的 沒有任何的問題 那我覺得他的範圍是一個 prefile的Limp 然後再 選擇跟住 他的範圍會有一些比較大的手牌 那我覺得這邊蠻適合做一個Check Race 好 Winfor選擇跟住 那我們的Leon這個SKing 就沒有什麼價值 選擇直接蓋牌 現在你看 雖然SHigh是領先的 看起來領先 可是實際上SHigh是落後的 甚至到現在SHigh都是落後於Winfor的一個 K孩 K孩 出牌太多了 合牌任何的 10K 任何的草花 任何的8 太多了 太多張牌了 現在 裡面有63萬 Winfor我覺得這邊會做的缺失Owin 他打了一個蠻小的組 20萬 我覺得這個是Winfor一個非常好Owin的一個Spot 就看他打到選擇激進還是選擇求穩 Winfor本身是一個比較穩的人 可是這邊牌真的太大 太大了 那一個是 總共是 E-Li-Guide 那我們的 MiniQ 這邊應該是 跟不動了 他只有一個SHigh 這裡是一個 All in for value 真的是 For value領先 是領先的 是領先的 選擇蓋牌 選擇蓋牌 Winfor打了一手漂亮的牌 連續收下幾個大的底層 讓他的籌賣也長到200萬 是已經翻倍了 最後排在槍口的位置 他選擇 跟住了20000的一個前柱 我們的6 好 看到裝衛 他打得非常好耶 裝衛的擠壓 一手勾6 類似於長牌裡面的27 類似於長牌裡面的27 選擇在很多死線的狀況之下 試著要把這個 死線搶到手中 因為這個牌實在是沒有什麼 太大的反後演習性 如果是前置為兩名玩家call的話 賠率有點太好了 這個Temp Tech Long這邊 7-8應該要直接選擇放棄了吧 是一個非常 不夠好的一個騎士手牌 也沒有銅花 拿下可能看到死線非常非常的多 似乎想要在這邊去拼一下嗎 選擇放棄 2加跟住之後這個死線就太多了 40萬的底次 好 我們現在來看我們的翻牌 3個牌 3個玩家都是生馬 2個7-8都蓋牌 7-8 7-8非常的難受 2個7-8都蓋掉 就現在我們的利昂有頂兩隊 我們的明尼去有一個敵隊在買花 那River可以輕鬆的蓋掉 7-8是真的好難受 而且還兩家是7-8 而且這是一個賠率這麼好的一個大底次 對 而且看到這樣能下注 他現在已經心裡灰死了 看到7-8進來 哇 太爽了 好 而且明顯就可以看到大家會打起來這個地次 對 在短牌中 如果這一把Winfer沒有squeeze 真的是打翻天 2加7-8 一個兩隊 一個敵隊在買花 在短牌中 一般發中間的那種90 或者發石鉤 就面上發那種90或者石鉤差 都很容易打起來 對 因為關聯性太強了 選擇跟住 一個代底盾 買花 後門順 待敵隊買花後門順 啊 我們Winfer想也不想 最爛的勾六 直接就蓋牌了 勾六在翻前 遭受到抵抗之後翻後 沒有看到自己非常好的牌子 直接蓋掉就好 我們的Liam 我們的Liam有中兩隊 依然是很強的牌力 好 換我們的 我們的 Liam下了一個 四十萬 一個四十萬的下主 那我們的明利區 在這邊只有純粹一個花座 我覺得是可以開牌的 還有一個高張和三條角 是 實際上沒錯啦 可是我覺得這邊有可能 對手已經順好了 或是對手更大的牌 那我覺得這邊 純粹買花其實不太現實 因為畢竟他不像長牌 他買花是非常難的 只有五張牌可以買 不過我們看到賠率上來說 賠率上來說還是可以買的 這是他 這是我們上帝視角的賠率 對 可是很多時候他可能 這是最好的賠率 甚至有可能在這個時候 他可能是落後這個賠率很多 那我覺得這邊 應該 倒也不至於落後很多吧 其實是可以 他選擇在這邊all in 這倒是我比較出乎我意料之外 他選擇call 來看一下這一個 超級大怕 六四開對方 四百萬的怕 他的開out還是蠻多的 現在聽到忘記聲 應該是拿七八的兩名玩家 七八 好 我們的chip leader 是更加 更加chip leader 更加龐大 直接吃掉了一顆大肉 我們的迷你取 原本也是一個籌碼很多玩家 這兩把就被清光了 好 我們的 我們的suntimer 拿到了一個非常強的 騎士索牌 S-King 他是選擇了平跟 感覺來抓後面的人 這裡就是一手典型的可以limp跳的牌 跟住之後 過牌 跟住之後跟住加住 打光了那是 我們的破發是夾在兩個skin的中間 哇這是蠻深的 140個潛珠的有效籌碼 選擇加住 12萬 12個潛珠 我覺得suntimer這邊應該可能加個37萬 35萬之類的 那我來看一下他的 他的名字 sansammer sansammer 沒有比較難念的名字 他直接選擇allin 啊 call啊 打光啦 打光啦 哈哈 I want I want I can sneaky sneaky you just remove 8k 說不定黑桃86能贏喔 the position against you guy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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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mall pot or really big pot cops cops 好 這是chop well play I have a 6 6-8或是 黑桃86果然贏了 bad pull bad pull bad pull 好 我們的po法拿到非常好的騎士手牌 選擇跟住 勾石童話 啊 go 好已經有兩位玩家經常 這是一手可以不玩的牌 在前置位有兩根柱的情況下 call進去也無可厚非 至於我們的哈克森 哈克森這裡應該還是會選擇過牌 來看一下我們破發的石鉤草花在這裡會看到一個怎麼樣的flop 圈九 哈哈哈哈 哇這神嘴啊 好的我們的石鉤和我們的七八 都拿到了一個雙頭卡順 雙頭買順 然後我們的 shackerc 這邊選擇 用卡順 下注一個三分之一的三萬 可以說這是順子之間的戰鬥 因為四位玩家目前都是有 卡順或是雙頭順的祝賀 那破發這邊會不會選擇 一個checkrace呢 有一個後門花 有一個 而且跟住也可以 因為在這樣子一個底池的情況下 滿划算的 還滿划算的耶 便宜看嘛 還滿划算的 買啊 就買到就好了 就tun上如果買到的話 可以打大一點 好選擇跟住 果然是繼續買 買到了之後甚至還可以 出攻隊了就很尷尬 對 四位玩家都不太喜歡看到攻隊 在這種 在這種結構上 這種四加在裡面的話 其實大家心知肚明 一定有人有石溝的啦 這一定有石溝的 所以其實大家也會滿小心 如果開出什麼牌子 也要注意一下 而且現在出了攻隊之後 大家都不敢打了 因為大家也都知道 一定有人有擊中 因為四加底池 太有可能有人 比如說九圈兩隊 然後 或者六九兩隊 再集中了葫蘆 三加都check Hexan現在還是最怕的是破發 因為 他是最有可能做一個 check race的一個 一個埋伏動作的一個玩家 二十萬八千的底池 一槍很難偷下來 在他的眼裡應該一槍很難偷下來 他選擇下住了一個 比較重的四五萬 四五萬 他已經做好準備 應該開兩槍了 做好開兩槍準備了 破發那頭牌 如果是在裝位的話 是可以跟的 一槍 但後面還是有兩個沒有動作的玩家 他很難摳 他摳了背後面的race 就浪費籌碼了 對 這邊 這邊跟一個k還是什麼意思 卡10 就卡10 兩個雙頭聽順走了 剩下兩個卡順 雙頭這邊打蓋 有卡順在這邊玩 現在出了兩槍攻隊 對 更加難偷了 結果莫名其妙一個k還獲勝 不過這我還好像 最後算起來也是應該是 比大小k還獲勝 對吧 對 比大小的確是k還獲勝 在4加底其實任何人都沒有擊中 這真的蠻難碰到 兩個玩家都是沒有修葬Value Hexter是 看到這樣子的一個兩攻隊面師 偷不動了 就發現 KING就贏了 打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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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OMG OMG KING還活著 OMG KING還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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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牌 四家玩家的買順子 兩家玩家的買卡中洞 兩家玩家買雙頭 就雙頭被打蓋 兩家雙頭買順被打蓋 剩下兩個卡順 結果卡順 都沒有卡出來 都不敢偷 所以k還直接收持 這個牌是非常的有意思 我當時年輕人 我年輕人 1990年代 1993年 OK 我當時的售葬 我售葬 Harbor Front的售葬 我們的售葬 現在是 又回到了400萬籌碼 有一個K圈銅色 像工具嗎 最兇的VIL 很棒 面對一個10萬的加隊 他自己拳.. 拳得 全這O0 S-King S-King 大概只有八十萬左右 欸不好說欸,不好說這裡能不能call 對阿,這個八十萬其實蠻多的 call啦,喔跟了欸 可以call的其實 雖然他打的比較鬆喔 但我還不得不說這裡 K-圈是可以call的 K-圈銅花 哈哈 如果是十勾的話就真的是50-50 稍微大了一點點 這張勾對圈K是不錯的牌 還有一張買石 後門花 卡順後門花 不要滑 可能要穿金 他或者一張 好 那個 就是這個 秋我 S-King 把我們的 打他打他打他 打他打他打他 打他打他 这位选手其实打的蛮好的 他其实真的打得非常好 我们的上司也门又拿到了一手NUTS 选择LIMP 那这一手应该是会有一个对决 一手cooler 加住到10个盲住 那这里应该要吃3bet了 打的这边会不会直接O-in啊 其实有可能死钱蛮多的 死钱是蛮多的 但是这里是A9杂色 不好说诶 我是说San Samuel这边如果轮到他的话 他是选择LIMP的ASUS 那这个ASUS其实是有机会直接O-in的 毕竟他没有位置 他可以去O-in去抓对手的一些 一些AK啊 KK圈圈 对 或者是做一个 做一个想要更贪一点的话做一个3bet 哇这个QQ应该是要跟 好好难哦 而且还这么打是蛮像是AK的 但是面对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所以说LIMP RACE 范围里面有勾勾吗 这么多 这么多的虫吗 可能不太有勾勾 应该是没有勾勾的 那么他可能是最 AK AA之类的吧 他最少是 最好的情况是面对一个AK 好像是落后的 最好是遇到AK 还是落后的 因为他的A圈 在前面之位的LIMP A圈 应该是会选择LIMP CALL LIMP CALL RACE GoGo如果选择LIMP的话 也是一个LIMP CALL RACE的范围 所以这里圈圈是有机会改的 毕竟还是带多了一点 所以 我大概会在这里抠到 70万吧 抠到70万 那我们的LIMP CALL RACE 是一个比较 谨慎的玩家 因为他知道 他的 他的QQ可能不一定领先对手太多 尤其QQ跟AK也是稍微落后一点 所以 重点是现在已经有点快接近奖金圈了 所以有可能他的QQ是有机会 在这个时刻是有机会盖掉 非常有机会盖的 要多想一想的话 多想一想 啊选择跟住 还是跟住了 太多了有一点 对啊 这一点多 110万 七十 七十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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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个前柱 中过一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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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去到刺激紧中时间到了 不够时间 嗯 在这个阶段有点太多了 太多了 刚好闪过没有中 两张花牌A也要看得吓死了 对啊 如果再掉一张红线的话 就可能就剩1奥 看有没有来张10会比较戏剧性一点 好两个二次 三张P血都没有中 百分之六点六足够 百分之六点六左右的赢率 两个一张 四张 又是一张 四张 四张花牌 四张花牌就没有中一张 2.1...5...1...6...1...1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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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非常重了一口!被咬掉! A9童話... 你不想结束了吗? 你不想结束了吗? 你说的是Leon吗? 我们的Leon又在装位选择去 在Hijack位选择去挤压 一手勾石杂射 非常好的牌 哇! Peter Jettin有一个Pocket Kings 他后手还有210万 这个时候如果全下就太多了 40万 40万到45万的家族 当然也不排除他直接O-in 因为毕竟这是已经快接近泡泡的时候 直接选择O-0 好多啊 就是就抢持了那就是 200万多万 对他来说还是蛮多的 他不太愿意再 打一个番后了 他现在会觉得对手很像AS King 他的10J感觉是个55开枪 要去跑个马 2.15 太多了太多了太多了 钩石可以去打一个很大的番后 甚至可以自己推在前面 但是面对别人已经推出来200多万 你投入只投入了14万 这底支赔率比太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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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他想要来跟柏玉把吗 I said this is good this is Aces What's better Aces or Jack 这一路抠上去的话他的 他的赢面 You know what's better 不大 You should ask Paul 你可以的吗 他这样的一个跟柱的话就 100多个前柱真的是太多了 会太多 会太大的负益比 140个吧 对 140个前柱 太多了太多 因为没有必要 他只花了 花了没多少 他就花了9个而已 他要跟100 130几个 每一次用10勾或者 这硬要跑 硬要跑 每一次用10勾去跟人 打光的call的话 都是去计算赔率比就好了 对 因为10勾 经常会得到一个很好的赔率比之后 对 但这个赔率比是太差了 你也想要赔他吗 呵呵 呵呵 Peter Jenin 他其实也是 让自己的EV最大化 直接整组的欧赢 哎呦 哇 可是因为现在 单头买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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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不要看到8 看到8的话 我们的Pedis Jadon 看到8勾死 他都不太好 对我们的Pedis Jadon 是很吓人 差一点点 一张三边牌 So close 现在是只有4张8 对 比重 他那个翻牌还是挺挺吓人的 这个Leon真的是很敢拼啊 直接又 公共送了210万的筹码 给了Jetton Jetton肯定也是对他有解读啊 直接整组All-in Jetton很有可能就成为我们今天的这个Trip Leader OK Is it the finish of a day? Is it the finish of a day? Is it the finish of a day? OK You are cheap leader now I can go the other way tomorrow 好 今天整天的厮杀下来 我们的短牌的这个比赛 还剩下最后的11个人 从70个人到11个人 对 今天的我们的比赛就到此结束 为大家带来的是10万港币买入的短牌 Day 1的赛事 在刚刚的最后一手牌 我们的Leon 做了一个非常非常久的场考 最后选择用他的十勾不同花 跟对手的Pocket Kings打完 他其实已经很明显知道自己是落后了 而且他只加注了9个前注 那Peter Jetton 因为在非常靠近奖金圈的时候 他也觉得 我不想要在这时候背背臂 所以他选择了一个100多个前注 没想到Leon还是选择要跟他拼了 他可能是感觉非常好吧 这手牌他的十勾 OK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 明天同一个时间 我们会为大家继续带来转播 好 那我们各位明天见啰 好明天见 各位晚安